美国时代杂志网站 刊出一篇 为安全感 以及为不足道的小秘密茶 如何攻破台湾新冠疫情防线 提到全世界最被吹捧的 新冠肺炎防疫 竟然败在为不足道的秘密茶 指的就是万华茶室的群聚感染案例 而文章当中提到 台湾有全球最长的零确诊记录 现在全民第一次疫情爆发 许多公司开始实施居家办公 台北街头清空 政府也开始抢购疫苗 期待改善在全球倒数的疫苗接种率 而文章当中甚至提到说 这次的疫情爆发 可能就是来自于航空公司 或计机组人员染疫扩散 但这次激增的病例当中 有一大部分可以溯及到两个来源 一个就是本土的国际社会聚会 以及台北万华的红灯区茶室 时代也指称 台湾在迅速实施领先全球的防疫措施之后 去年夏天开始逐步 解除防线 群众也得以参加 像是八月的时候 有演唱会棒球比赛 以及宗教活动等等 加上几个月来都没有出现本土病例 因此大型聚餐 以及家庭的聚会变得很普遍 佩戴口罩的人 其实也是越来越少 时代还访问的前副总统 陈建仁指出 卫生官员原本不认为 茶室会成为问题 那因为在先前两个案例 染疫患者前往其他所谓的成人娱乐场所 并没有导致疫情传播的关系 来看的是日本通报 全境需要使用人工呼吸器 以及在家户病房接受治疗的重症患者 已经多达了1303人 比前一天又增加了9人 再创历史新高记录 而北海道连续4天超过600例 也是连续2天超越东京都 成为全日本第一了 而北海道从16号开始 就被纳入了紧急事态宣言对象地区之后 现在还没有出现减少新增确诊的情况 因此虽然站定于31号要解除 但是现在连北海道知识都说 无法判断是不是会如期解除 还透露紧急事态宣言 有可能再次的延长 而冲绳县新增231例的确诊 连续两天破单日新高记录 日本政府决定 冲绳县将从今天开始 纳入紧急事态宣言对象地区 来适用目前最严格的日本防疫对策 而在日本方面 其实大阪府也是公布的数据 就是新增406例的确诊病例 到现在大阪已经累计了 病例数是9万7千多例 还有2千多人死亡 现在有死者的家属直接骂 政府说现在大阪就像地狱一样 指控大阪的医疗体系崩溃 是人为造成的 因为有官员在大阪感染率 还有上升迹象的时候 就已经先取消了先前的紧急事态 而大阪在过去一个星期的死亡人数 现在是已经超过了东京的死亡人数 成为日本新冠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 但是大阪现在也只有大约12%的患者 是在医院里头接受治疗的 其他的病患在哪里 他们都在家中或者是在旅馆来等待 医疗专家也表示 其实现在提供给急诊病患的治疗 只是可用的治疗 并不是最能够增加生存几率的疗法 而拉丁美洲还有加勒比海地区的 新冠死亡数 现在累计破了100万人了 人均死亡率现在是全球最高 可是现在各国还没有足够的疫苗 来对抗这个居高不下 在拉美的感染率 根据5月的平均数据 全球有31%的染疫死亡病例 出现在拉美还有加勒比海地区 但这个区域的人口 只占了全球的8.4% 因此这个数据让人非常震惊 墨西哥前一天晚上 已经收到的美国空军送到的 130万剂AZ疫苗 最后会在下个星期之前 总共墨西哥会收到 400万剂的AZ疫苗 因为拉美地区的疫苗制造协议 是由阿斯特杰利康 以及阿根廷 还有墨西哥一起签署的 那墨西哥的装瓶工厂 却传出在筹备的时候 遭遇到困难以至于拉美的 整个疫苗生产计划 延迟了几个月 因此现在制造有效成分的 阿根廷就把一些原料 先运到美国处理装瓶 再运到墨西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6号和27号 就是下星期将会访问 以色列和约旦和西岸 占领区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但是现在美国以色列 还有巴勒斯坦三方 都没有公布布林肯的完整访问行程 预计布林肯到时候将会 到中东的时候商讨重建行动 以及联手为以色列人民 还有巴勒斯坦人民建立 比较美好的未来 布林肯的中东型 其中包含了埃及 就是这一次促成了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武装分子之间的停火协议 同时在以巴停火之后 联合国的人道救援物资 也开始运抵了以色列封锁的加萨走廊 因为过去11天来 遭到连日的轰炸 到处都是满目疮痍 几千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现在陆续的回到了家园 而以色列人也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国际间现在也把焦点 陆续的转向了加萨走廊的重建 像是美国总统拜登他就说了 他已经告诉以色列 停止耶路撒勒的族群间冲突 同时使人要带头来推动加萨 整个重建工作 而当地其实咖啡店重新开门了 渔民也准备出海 店家老板开始清扫 这些架上的灰尘 他有垃圾 加萨地区的民众要恢复日常作息 而就在加萨海岸防卫队 准许渔民可以开始出海捕鱼之后 其实渔民为了安全起见 会尽量离岸边近一点 害怕就是以色列的海军 是不是会再度开枪呢 英国的伊利沙白女王号航空母舰 将会率领皇家海军舰队 来展开第一次的作战航程 前往亚洲海域 而女王号目前停靠在港口的时候 昨天是英国首相强森登舰视察 今天是女王搭转直升机 来到英格兰南部的海军基地登舰视察 而7年前的女王协同了 四月辞世的夫婿菲利普亲王 为了这一艘航舰 就是命名为现在的名称 伊利沙白女王号 接下来在未来的28个星期 女王号将会率领驱逐舰 巡防舰以及补给舰各两艘 还有一艘前舰 预定访问超过40个国家 而美军有一艘驱逐舰 还有荷兰海军一艘巡防舰 也将会和伊利沙白女王号 航舰打击群随行 穿越争议性的南海水域 航向菲律宾海同时 也将在印度还有新加坡来停泊 而女王登舰的时候 其实有人注意到了 她的胸口还特地别上了 亲王在1966年 曾经送给她的一枚胸针 来表达对亲王的怀念 国防新闻报道说 英国现在已经重启了三艘舰队 固态物资支援舰的标案 要支援女王号航空母舰 这些水面舰队的远洋任务 可是在交付前 英国皇家海军 他们只能靠一艘现役的同类支援舰 来独挑大量 因此英国国防部 正在广邀各大造船公司 预计在两年内 可以签署合约 总价大概是16亿英镑 也就是新台币633亿元 也就是说 现在只要有一件出了问题 英国海洋作战能力 就会大受影响 接下来还是晚间的最新消息说 云南的阳壁县 在前天晚上才发生了规模6.4地震 结果昨天晚上再次发生规模4.4的地震 现在还不知道伤亡情况 但是大陆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云南这个地方 在晚间8点14分 发生规模4.4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新华社报道 21号晚上当地 就连续发生了20多次的地震 其中有好几次规模 都超过4.0 最大一次是规模6.4 昨天的地震 已经造成了三人死亡 32人受伤 其中重伤7人 轻伤25人 当地还有76所的学校 成为了受灾地区 你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史识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区事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间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终于一波订阅 全球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